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还这么多人 准时来看我们的这个网课 那么因为最近疫情的影响 我们也在不停的调整时间 从六点 那么现在又重新回归到八点 然后两位同事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活动 将会变成两周一次 一个也是降低这样的疫情 再次爆发的一个风险 另外给大家更多的这种干货的内容 就是说周三 我们之前的两位同事一起做的直播 将会变成两周一次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今天因为是 就是下一周是有的 那么这周就没有了 所以说提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那么今天是这个七号 七号的话 我们很多朋友在最近应该表现还都不错 所以说今天就是由我Jacky给大家做这个网课 大家有问题的话 在这个question里面打出来 包括这个图像 或者是文字不太清楚 那么大家都是可以跟我说一下 这样的话我做出一个改进 在question里面 如果是微信的朋友 大家可能会通过微信来观看 微信的话 那么大家就在微信里面留言就可以 然后这个PPT 大家看都清楚吧 那么我也不知道大家看的是半屏的还是全屏的 因为我是有两个屏幕 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很舒服 或者字体太小的话 跟我说一下 我就把屏幕换过来 有人举手了 大家不要举手 举手我看不到任何信息 就是说有问题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那么还是先做一个风险提示 GOMES现在是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大了 那么在现在海外 都是也支持我们大家去 让朋友来开户 新加坡香港或者欧洲 中东都有 那么最近根据我们的业务规模来发现 东南亚市场的增长率是最快的 但是从资金规模上来讲的话 是中东的土豪们是最厉害的 他们做黄金石油做的特别猛 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 公司的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能反面感觉到 哪一部分国家的群体 是比较有消费力的 比较有投资能力 如果大家以后做生意的 或者在中东欧洲 东南亚地区有做生意的 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们GOMES 一起去开拓市场 那么大家在合作方面 可以更加深入 另外我们在全澳地区 也开始逐渐恢复线上和线下的一些合作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有自己做生意的 或者是不管是开店的 还是开这个餐厅 或者是做生意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会计师机构 那么都可以 会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合作 风险提示之后 我们就是30秒钟 介绍一下公司 现在在英国 迪拜 越南台湾 悉尼还有其他的国家正在设置 或者已经设置了 这些是已经设置我们公司办事处的 那么其他国家正在设置 疫情的疫情后期 很多公司开始大肆扩张 像GoMix就是在快速扩张 为什么呢 因为遍地都是廉价的资产 其他国家很多 我们说劳动力在资本的角度上来讲 目前劳动力如果是被衡量 被价值和资本来衡量的话 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就非常的廉价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做国际事业上的投资来讲的话 我们会选择一个市场开拓成本相对较小的国家 那么雇佣人员相对成本较低的国家 去开展业务来进行海外扩张 所以说对大家可能也是一个提示 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市公司的这些股票的机构 他公司他们要做海外扩张 到底是选择东南亚还是选择中东 还是选择传统的欧洲和美国 他的出发点还有预算资金是多少 那么最后的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本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对新客户来讲的话 目前早上周二周四的早上的我们墨尔本3CW的广播 是由我来进行的 是财经类的 那么本人也是金融协会会员 还有一些其他的抬头 我就不在这里打出来了 那么导师也是比较厉害的 当然现在跟他的一个交流会比过去小很多 因为他也是半退休的状态 而公司的一些服务 广播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及时的 但是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现在3CW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墨尔本1341电台 他们是不上班 所以说我们的广播是提前一天录制 所以说在时效上 我们需要对第二天的价格做出一定的预判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及时性不是100% 那么及时是提前一天晚上录制 所以说第二天早上8点半 就会错过前一天晚上美国及时的一个消息 这样就需要大家呢 在交易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些产品 包括澳洲股市的时候呢 要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8点多 10点之前 澳洲开盘之前 或者9点钟 外汇市场开盘之前 先看一眼 昨天晚上美国市场发生了什么 比方说特朗普是不是病又好了 是不是是一个假的生病 这些消息呢 大家要去确认一下 是真实性 以及对第二天澳洲市场 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们进入正题 第一点是 澳洲新财宁的联邦预算案到底是什么 这个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一带而过 第二点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从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看 未来10年的投资策略 为什么能看到未来10年的这么长的一个周期 过去呢 我们从来不看这么长的 但是呢 自从联邦预算案公布出来之后 我们认定在未来下一届 包括下下一届 澳洲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制定的任何制度 都会按照目前的联邦预算案来进行 所以说呢 基本上定调了未来10年的一个长周期投资策略 而由于澳洲的工作效率极低 是极低 没有国家我认为比澳洲的工作效率还低 一刀铁路 中国三天搞定了 澳洲要300天 还不一定能完成 说不定还烂尾了 这就是澳洲的效率 相信大家在澳洲都非常有感触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预算案里面 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和策略 以及背后的逻辑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预算案的一个风险 是非常大的 那么很多人看不到 我们给大家解识解读一下 那么第三点就是今天为了网课呢 我特意在今天澳洲时间六点多到七点多的时间呢 交易了一些短线的订单 那么会给大家展现展示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为什么最后赚钱了 那么在我们现在周四晚上 周四晚上啊 就是明天晚上的网课呢 主要是由我 Alan还有Joy三位同事给大家去讲解 明天晚上完全都是针对于手里有账户 有资金的朋友进行石盘上的一些指导和交易分享 那么我们就我们三个人每个人会有一个公司发的账户 那么这样的就是每一笔交易呢 我们都会实际的给大家去解读 那么目前啊 这个账户发到我们三个人手里已经一个月了啊 到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 九月一号发的 那么到现在呢 Alan的回报率是最高 一个月是回报率百分之四十多 那么Joy的话应该是在百分之十八左右啊 那么我本人呢 是最懒的 也是回报率最低的 那么九月份的回报呢 是百分之十三啊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石盘账户给大家分享出来 另外呢 就是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专业的 或者说是我们天天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打滚啊 滚打的这个人群啊 这样的一个群体 究竟是怎样做一些中短线交易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全球化的业务进行一个更新啊 或者是中文团队进行一个稍微的解读 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还记得在这个question里面啊 去打出来啊 有人说两个屏幕呢 啊 是的 我们两个屏幕都是比较少的 其实我是有四个屏幕在家里的 如果呢 现在这个又在家办公啊 就是用不到那么多屏幕 好了 我们知道联邦预算案其实主要影响就是三大行业啊 第一大行业就是基建啊 第二大行业呢 就是医疗第三大行业呢 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 那么这三大行业呢 第三大就不说了啊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 不管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媒体 那么主要的额度呢 大概是2000多亿澳币啊 我们从总结上来看 在ABC News里面总结到这次预算案的赢家包括我包括我们普通的纳税人啊建筑行业疫苗 澳大利亚的乡镇地区年轻人和老年人啊 以及这个叫什么care啊 homecare的这些人群以及制造业 其实澳洲呢 之前一直想要发展重振澳洲的制造业 原因很简单 澳洲连汽车行业都养不活 连汽车行业都没有制造业的国家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些基础的工业设施呢将会奠定 他能够这家这个国家能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候呢 不被甩的太远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到了末期啊 就是传统的把企业搬到线上已经不赚钱了 甚至连电商都不怎么赚钱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人类社会发展也会有一个规律啊 60年也好 30年也好 它的大的周期呢始终是不变的 这是一个规律吧 那么所以说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很有可能某一个领域啊 通过制造业和IT行业来引发一个爆点 现在大部分人呢认为是两个行业会产生这样的爆点 一个是医药行业 很多资金都在布局啊 包括我们在澳洲 在中国像我们的啊 我朋友的资金都在布局医药行业 医药科技领域以及呢医药设备 包括心脏支架啊 这些东西对吧 大家想象一下心脏支架啊 在海外购买的成本呢可能是要五到二十万美金 在中国可能中国生产的制造只需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啊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巨大的一个机会在的 那么另外一个行业就是AI行业 大家也知道啊 APX澳洲的Apple这家公司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呢设计一些AI的领域啊 就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啊 所以这些啊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呢啊比较关注的啊 不希望掉队 之后呢就是精神健康产业 这也是澳洲比较擅长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我认为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ABC News总结 就是说对纳税人和年轻人 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认为不是的 从长远来看的话 这次预算案啊 它其实呢对十二万以上的一个收入群体呢 降税只降了两千多块钱 那我认为这是第一呢 这是不够的 第二呢你对十二万收入以上的群体的降税 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像我们我们的收入呢 我相信金融行业的收入在澳洲来讲是偏高的啊 可能高一点的能够三三五十万澳币 这都是正常的 那么像我们可能就是说刚进入金融市场的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刚进入金融市场的人呢 可能的工资呢是五万多啊 加上一年的提成可能都做到六万七万 一般三年之后呢 都可以做到十万到十二万啊 一般senior级别呢 可能做到十五到十八万啊 一般像manager级别的话 一般都是二十几跳了 那么加上年底的奖金凤红 可能要到三十多万啊 那么迈克呢 就是属于这一个级别的啊 所以说呢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你避两千块钱的税 对他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改观 传统上来讲 我们包括所有的大部分的这个有能力避税的人群体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财务和会计啊 通过会计通过我们的交易来不停的去想办法来避税啊 或者把税收延后或者做一个soul trader啊 方式很多 最重要的是对三万多收入的群体到六万多的收入群体 这部分群体我认为完全就应该免税啊 大家可能非常不爽啊 为什么对这部分群体一定要免税呢 因为三万多到六万多收入 甚至到七八万收入的群体呢 它是处在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啊 那我们如果是收入产生这么低啊 只有三四万四五万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攒不下多少钱 大家都知道澳洲的生活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 一年三四万的收入 真的是基本上攒不下什么钱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部分群体的人口基数是比较大的 不是我们华人 是整个澳洲啊 这部分群体的基数是最大 大家想象一下像那些老外啊 高中毕业就工作去了 那么其实如果他们做客服什么 以前也就是四万多五万多啊 赚不到太多的钱 也没有奖金 也没有分红 那这样的群体 如果说是面临的高失业风险啊 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会极度下降 而在他们身上收税的话 这个税是很低的啊 你想三万多收百分之三十的税 一年才多少钱 那你跟一个三十万的人收税 对吧 你收他一个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五的税都不得了啊 但是呢 他们会很巧妙的把应该收的百分之四十的税啊 降到百分之五 都甚至都不到 这就是问题 就是澳洲或者是西方国家的税法就应该改掉 就应该避开合法纳税的这种途径 当然也包括啊 其他的像包括我们这种人都应该啊 真正的去真实拿税 而不是说用合法的合法的一些手段去避税啊 这我认为是极度不公平的 就是说你获得了信息 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而你拿这些资源只为自己服务而不为社会服务 而这种资源普通人是拿不到的 因为信息上会不对等 像我们问会计一件事情啊 可能就要给资讯费一百块两百块 他们才会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 而我们普通人呢 找税务报税的税务师会计师报税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88块钱 对吧 免费就把自己的税报了 你想88块钱把所有的税都报了 他怎么可能认真的去帮你抵税呢 而像一些高净值高收入群体的话 他每咨询一次啊 每打一通电话都要付给会计师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所以说这个在服务和质量上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啊 那我认为呢就是这次的这个这个信息公布啊 对纳税人和年轻人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旅游者啊 旅游业者不输不赢 我认为是输的 在中我们很多华人做的都是中国人的业务 包括餐厅 包括留学机构 包括旅游机构啊 包括相应的一些附属行业 其实我们大部分平时打交道九成八成都是华人自己 大家在这个小的圈子里面形成了一个内闭环啊 向内的闭环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把蛋糕做大的话 我们必须要外界的华人进来 所以说在中澳关系这么紧张那个前提下 现在留学生八成的留学生啊 在中国八成留学生调查者将不会选择澳洲作为首要的移民和留学国家 将现在啊又公布出来 比最下面澳大利亚近海外移民人数将从15万下降到啊 7万减了7万多下降了一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严峻啊 就是说中国到澳洲的人数将会实打实的下降 并且呢 你移民越来越难 像189190移民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概念 就是留学生能留下来 或者你来这边读书能留下来的这种签证呢 在目前来看的话 好像应该已经降了60%到70%的配额啊 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本来过来移民就很难啊 那大家其实来澳洲留学有一半 我相信的是奔着这个三分之一吧 至少是奔着留学来的啊 移民来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人数下降之后 对澳洲之后 所有华人设计的产业都会降低30%到50%的一个销售额啊 这是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过去我们不仅是餐饮业也好 或者是华人那些其他小生意啊 我们打的是什么呢 是流动性 就是说每年都会有新的留学生进来 比方说你一家餐厅 对吧 就在墨大墨尔本大学City旁边 一家中国餐厅啊 你开学之后 比方说来了一万留学生是中国人啊 那这一万人之后吃腻了你菜 对吧 你明年之后下半年 对吧 每半年会有一批新的留学生过来 那么大家又要新的 作为新的客户出现在你的餐厅里面 所以说呢 你看到的这个数量 你的人群受众人群 其实远远不是墨尔本 只有30万华人这么多 而是滚动的 每年有接近啊 十几万 每年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墨尔本原来的我们做生意 所考虑的受众群体 或者客户的消费群体 它是一个流动的 每年都是有新人的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新人被砍掉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一半没有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每年的一个营业额就会急剧下降啊 因为老客户不可能天天去你店里消费 这样的话 我们在未来的预算收入将会下降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所以说呢 即使疫情结束了啊 恢复生产了 对于华人的生意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情况啊 所以说不要呃 千万不要盲目去扩张啊 在所有我认识的这个大的一些资本家 或者是大的企业家 他们现在都在缩减目前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 尤其是缩减线下的一个生意水平生意规模啊 所以说呢 作为输家来讲啊 我们没有办法移民公司移民业务或者留学业务等等餐饮业务啊 这些跟华人直接相关的 在未来我们要考虑自己的生意缩水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能不能继续养活目前的一个规模啊 如果不能 我们要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加快去转型啊 这个是我认为啊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风险啊 就是说移民和中澳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话 他就给大家讲一下联邦预算案的风险和结论啊 风险和结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问问题了 非常好啊 是这个mt5上做交易和杠杆那些问题 就是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现在都可以打到question里面啊 别等一会儿 这个快讲就快快结束的时候 大家突然忘了我要问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想到哪里 我们就想到哪里 好了 在讲预算案的问题和风险的时候 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认真想一下啊 人性最大的劣根是什么啊 就是说啊 可以任意想啊 我看有的朋友说啊 这个好色也算啊 对吧 当然也算了 就是说所有的劣根 我们想一下 就说人性 我们内心里面最大的劣根 有人说这个啊 就是什么 闲贫爱富啊 还有人我看一下 还有人说什么 啊 这个贪婪和恐惧啊 这个也算啊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大家说的这个 对有人说贪婪啊 贪心贪婪 哎 这个是挺多的 很多人说是贪心啊 就是说人性最大的劣根 确实贪心是非常核心的 包括其实就是一个欲望啊 贪心就是我们想赚更多的钱 我们想要有更多的权利 这个正常的 我觉得百分八十几的人 九十多的人都有 那么这个归根到结底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不劳而获 就是说我希望获得更多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考虑风险两次啊 我们就完全没有风险意识了 就是说我们做股票也好 做外汇也好 或者是我做生意也好 我就希望我做 我做的生意越来越大啊 那么到最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啊 是叫有产阶级的不劳而获 这个词我特意查了一下 其实在网上没有这个词 这是这是我突然今天晚上 一拍脑袋想出来 就是为什么是有产阶级 因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讲 它没有能力不劳而获 对吧 它就是你像中国 咱们在澳洲其实还好啊 就没有特别的辛苦 包括送餐员啊 也没有特别辛苦 因为你一个小时送个餐 赚30多澳币 这个我都问过 30多澳币其实也不少啊 那么但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你一天工作14个小时的送餐员 一个月工作30天 才能赚到18000块人民币啊 这是最顶级最顶级的送餐员 18000啊 一天工作14小时 30天不休 一个月才能赚18000人民币 所以说对无产阶级来讲的话 根本就没有不劳而获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呢 会自动的啊 就是资本社会结构里面啊 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澳洲的华人 咱们华人很多 我相信能有30%多啊 他是不喜欢共产党执政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不讨论党派 但我们讨论的就是社会的结构啊 就是说资本社会里面 他也有弊端 他的弊端就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最终会上会像 自发的向少数人靠楼 而这少数人一旦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之后 他不希望有人进来跟他分蛋糕 他就会形成一个壁垒啊 所以说壁垒形成了之后 一旦完善了之后 那你其他人没有更多的资产 把它吃掉啊 他就成了大鱼 他就会一直吃小鱼 吃小鱼吃虾米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最终有产阶级的不劳而获 所以说呢 资本永远都是站在有钱人这边的 而劳动者呢 长期都是被剥夺的 这是非常正常了 也是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 任何 不管是我们人类社会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动物社会啊 只要是稍微有点智商的动物社会 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都会有一个管理者啊 那么底下呢 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 所以说这本书呢 推荐大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是21世纪资本论啊 法国经济学家 诺贝尔得奖主啊 说的就是说诺奖的获得者啊 所以说呢 我们从客观来讲 资本主义 它是也有弊短的 并且这个弊短在短期看不出来 短期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你工作一天上一天 你就会拿到一天的工资 你觉得很开心啊 你觉得很公平 对吧 你觉得你有能力 你就拿到更多更高的工资 但是这个模式呢 从长期来看的话 只要你不是股东 那你就是无产阶级者啊 我们就是无产阶级者 但是呢 为什么一直被洗脑 洗成了感觉我们是有产阶级 有一套房就是了吗 有两套房就是了吗 其实不是的 有一套房 有两套房 我们是负债来的 你的负债 没有完全还清贷款之前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 并且你的有产 就两套房 对吧 你抵御不了任何的风险 一旦你需要资金了 需要现金50万澳币啊 马上就要卖掉一套房 对吧 那你的房产不能帮你 创造源源不断的 现金流收入 所以说这里指的 有产阶级是什么呢 是他至少有 三到五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并且这三到五家上市公司呢 能够源源不断的 每年帮他产生 稳定的分红 而这几家公司呢 他的业务呢 基本上是能 要么处于垄断 要么就处于 稳定扩张的阶段啊 这个才叫 有产阶级的不劳而获 就说你这个 这几家公司 还要分布在不同行业 比方说房地产不行了啊 啪啪啪跌 但是你还会有 另外的一个行业 来相对的保守一些 比方说像有个超市 对吧 像World Coast的股票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配呢 基本上能够奠定啊 就是说你是变慢 慢慢的会变成 一个有产阶级 但是呢 我们所说的 有产阶级的不劳而获 不止这一类人啊 不是这一类人啊 这是我们在向有产阶级 过渡的一个过程 那真正过程 渡过了之后 就变成什么样了呢 那么就变成了 像现在的 我们看到 就说美国方面的一个选举啊 不是说特朗普不好 但是呢 特朗普总是给人感觉啊 他会通过所有的手段 来使自己的目的达成 这其实是一种精明的利己主义者 但是呢 当然他作为美国人 也是确实是有着美国 更强大的一个情怀在的 但这种情怀呢 就会体现他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生意上的 一个生意上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说 他会以这种资本的力量来去抨击对手 包括他上台之后啊 他是不要一分钱的啊 那么作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啊 不要不要一分钱总统的这个工资啊 那么所有钱都来为大家去做事情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壁垒啊 那么壁垒之后呢 像他的这个女儿 对吧 女儿嫁的那个人呢 也是一个地产界的大佬 就是说他们本身会形成一个小圈子 就是我看了一本书啊 上面写呢 我们虽然社会啊 看不到这种消息 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这个社交圈啊 会在你上下10%的一个社会阶层去浮动啊 就是说你往上走 但你不可能走到更高啊 像我们很有幸啊 就是上下都打通了 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很愿意去接触 很愿意去聊 但我们聊了这么久 我们希望的是呢 大家真的是能学到那些成功人士的过去的那些成功的经验啊 把我们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慢慢向这个更有抵抗风险能力的啊 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度啊 所以说呢 在目前新冠疫情对整个澳洲经济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大家完全能够体会到 那么澳大利亚呢 将会面临至少10年的预算赤字啊 就是说他刚刚公布的这个预算法案也好啊 那么将直接导致未来10年的预算赤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预算赤字是什么东西呢 他其实就等于同于债务啊 其实大家很好理解 就是国家借债了 国家发债了啊 国家欠谁的钱呢 欠银行的欠私人机构的啊 银行的钱其实也是私人机构的 对吧 因为银行的股东啊 股东都是私人 那么债务是什么呢 就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我们传统的投资者啊 像我父母就非常厌恶债务啊 虽然银行巴不得借钱给他 你就是利息3%2%啊 他都不想要 就是就完全是厌恶债务 但是呢 一旦政府有了债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源源不断的 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情 那么在他认证 不管是目前澳洲啊 Morrison政府也好 或者之后啊 换届了到下一任澳洲政府 那么都是会产生这种趋势啊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 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摩盒啊 就像美国一样 澳洲的今天啊 完全就会慢慢的像美国的过去这几年 慢慢去过渡啊 就是不停的花明天的钱去办今天事件 我们看到还有个国家非常明显 就是中国啊 我们都基本都是来 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那么中国目前呢 就是通胀非常厉害 经常看到吃一把韭菜啊 一把韭菜三四十块人民币就没了啊 去超市购物一圈三四百人民币就没了 这在过去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说呢 预算赤字就等于债务 就等于政府会慢慢的无节制的 开始印钱了 因为从就像我们的家庭一样啊 假设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们现在呢 开始欠钱了 欠银行钱了 对吧 我们每年的收入假设是十万澳币 家庭收入是十五万澳币啊 这个我相信比较合理 十五万澳币啊 就是你所有收入都算上十万 十万澳币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欠钱了 对吧 你每年呢 都要还利息 还掉五万 对吧 你要生活 生活要是什么叫赤字 就是说你现在钱已经不够花了 不够花了 对吧 那你明年 对吧 有小孩要出生了 对吧 又缺钱了 又要发行 又要借钱了 对吧 又跟亲戚朋友借钱了 然后小孩上幼儿园了 上我们要选个好点幼儿园吧 对吧 那又要跟父母借钱 那么等小孩慢慢长大了 哎呀 我们是不是要换套房子啊 对吧 房子太小了 那你又要借钱 所以说一旦家庭产生了预算赤字 在传统的结构上来讲 没有任何的额外收入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一直收入都是15万 但是它的支出会随着时间的增长 不断的增加 这个在物理学上 有是非常确定的啊 就是说类似于这种社会结构 都是一样的 叫商增类似这种 就是说我们想要 包括人性上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赚了100万 第二年我们再赚10万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我们亏了 对吧 还有大家做交易的时候 你看着这个黄金赚了2000块钱 当他只赚1000块钱的时候 我就想再等等吧 刚刚还赚了2000块 那么他再回到2000 我就平掉 结果就赚只剩1000了 那么一会儿又跌到剩800了 哎呀 那就更不爽了 对吧 我要等到1000 我就把它平掉 所以说这就是人性 刚刚几位朋友说到 就是贪念 政府也是人 所以说呢 在未来如果是有任何的危机 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因为澳洲政府在过去呢 一直保持良好的吃字平衡 但是从今年开始打破了 打破了 并且这个预算给的非常高 是10年的预算吃字的一个时间周期 就证明了刚刚 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案例啊 就是个人家庭的案例 对国家来讲是一样的 任何危机 他都没有额外的收入 那么现在都需要印钱来度过了 并且在未来的10年 我相信澳洲政府不会轻易加税的 他不加税 就没有收入来源 并且支出是不断在增加的 因为澳洲的老龄化非常严重 老龄化严重代表着新兴劳动力不足 压力变大 这是所有老龄化国家的一个必然必经之路 在过去所有国家能够稳定高速发展的一个前提 就是新兴人口的出生数量一定要大于我们病老的一个数量和百分比 这样的话你的社会结构才会有更多的客户和消费者来买你的东西 对吧 如果你的你的做的这个生意啊 不管你是卖房子也好 或者做生意也好 或者开餐厅也好 餐厅比较简单啊 原来在10年前来你餐厅吃饭的人啊 每天是20个 但是20年之后来你餐厅吃饭的人群只有10个人了 所有的整个市场规模都在缩小 这个就非常恐怖 而现在的话澳洲又开始修改移民的一些政策啊 这个就更麻烦了 再加上中澳现在关系不好 我们华人其实非常难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未来10年其实是危机更大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做呢 怎么控制未来10年的这个大的风险呢 在这里呢 我觉得就是说要 绑定利益共同体啊 紧跟第一梯队富豪网 虽然我们不是富豪啊 离他们还差着 对吧 我们零头都差了好几年 好几十年 对吧 赶上他们零头就要攒几十年的钱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公开的一些消息 去寻找这些富行排行榜中 比较赚钱的人的一个规律 在过去30年时间里面 中国大陆呢 可能上榜的啊 上榜的地产行业可能占了一半 科技行业可能占了三分之一 对吧 但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 二十年的发展规律 那么在海外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澳洲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那么富豪榜的变动 往往代表了 他所在的这个行业 在最近几年的一个发展 发展势头 以及在未来的一个定价权 假设现在世界首富 我们就说贝索斯好了 贝索斯的这个Amazon 亚马逊 那其实他登陆这个富豪榜已经好几年了 为什么撼动不了呢 就是因为财富是有红吸效应的 就是说当你有钱 你会变得越来越有钱 只要你不是对吧 吃喝嫖赌犯重大错 我相信能那么有钱的人 也不会说是在这种精神层面上 会需要这种需求 一般来讲 他们会有更多的能力 创造出更有护城河的一些企业 像亚马逊现在都做什么事情呢 他原来只是一个电商平台 对了 号召全世界的卖家 在他上面开店 然后开始卖东西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亚马逊通过他的云数据 来计算出来未来的消费趋势 这是第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通过他的AI算法 能够算出来你消费趋势 第二 亚马逊上所有的feedback 就是说所有的反馈 比方说我买一条瑜伽裤子 对吧 你现在瑜伽很火 女性朋友非常喜欢锻炼身体 还有男性用健身 比方说我就是一条瑜伽裤子 那么亚马逊会根据 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条feedback 就是留言反馈消息 然后去用AI的方式 云计算或者是人工智能 去筛选 就是说大家消费者 对一条瑜伽裤子的要求是什么 比方说他是希望在裤脚处 要稍微有弹性 要紧一些 然后第二点 比方说你在做瑜伽的动作的时候 你的能伸展开 对吧 不像穿牛仔裤去健身一样 你伸展不开 要有弹性 对吧 第三点 比方说是在你做一些 动作比较大的伸展的时候 你的裤子不能往下滑 对吧 所以说你在腰的部位 还要在稍微的有贴近贴紧皮肤 所以说亚马逊就会根据这些数据的反馈 他们来自己制定产品 他们自己去寻找改进产品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改进了之后的第三点 他就会上线他自己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不管是婴儿床也好 或者孕妇抱枕也好 所有的这些产品 一旦能够标准化 一旦能够改进所有的 留了差评 他把他的产品改进好了 马上就上线生产 那么这就是亚马逊最恐怖的地方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刚刚讲到 就说一旦资源资本 产生红息效应之后呢 越强大的公司呢 他会产生一个白马股的效应 就是说股价呢 会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里面 稳步上涨 就是因为他的资源实在是太恐怖了 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跟亚马逊抗衡 也没有一家公司能既是电商 又是生产商 又是制造商 能通过客户的评论 去不停的改进自己的产品 让自己的产品更完善 并且呢 改进完产品之后 你还要跟世界上其他的卖瑜伽服的人一起竞争 这个时候亚马逊就出了一招 他会很简单的就把他生产的产品 排在首页 就完了 其他的商家就默默的 默默的就慢慢的消失了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出货量啊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那么最后呢 都变成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亚马逊的了 亚马逊在所有能够标准化行业的生产里面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包括滑板 包括冲浪板等等 所有能标准化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紧跟第一梯队富豪榜 不是我们在赚钱 不是我们去想这些东西 而是他们啊 是贝索斯帮我们选好了啊 是特斯拉的老大帮我们选好了 是马云帮我们想好了 所以说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投人啊 投团队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团队的领头羊 他能够把企业管理好 把团队管理好 那么他的智慧就相当于是变相的 帮我们去创造财富 这也就是啊 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在你能够抗风险的时候呢 不是说你买了几套房就结束了 几套房两套 OK 但是你多了 对吧 如果你买了十套二十套 你心里会很有压力的 非常关注整个房市的一个价格变化 但如果你把资金投给了这些世界上 第一梯队的有能力的人 那其实呢 我们就不太担心 一时的得失了 因为我们认为在中长期来讲 像腾讯 对吧 中国的腾讯 你一家公司出来 我干不过你 我就把你买了 把你收购了啊 直接碾压在萌芽里面 所以这就是资本的一个红旗效应 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规律 一旦你站上去了 别人在想超越 你其实很难的 只要你不犯大错误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目前的世界首富的这个排行榜 全球富行榜的一个配置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 那么全球股票配置是14% 美国股票配置是18% 私募基金是10% 大宗商品是5% 不动产只有6% 大家看到没有 不动产对于全球富豪的配置 家庭资产只占6% 就是100块钱 你只有6块钱去配置了房子 18块钱配置了美国股票 14块钱配置了全球其他国家的股票 18块钱配置了对冲基金 10块钱配置了私募资金 风险资本占2块钱 现金占7块钱 还有地方债占了7% 所以说整个股票市场 就是18加18加14 基本上50%的资金 全部配置在了股票市场里面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另外呢 我们从排行 富豪排行榜中 第一的是贝索斯啊 1470亿美元 对吧 他的身价1470亿美元 那么做的就是亚马逊 1470亿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可以把 比尔盖斯960亿啊 给买下来 对吧 我可以把比尔斯给 比尔盖斯给买了 对吧 我可以把巴菲特给买了 可以把Facebook给买了 所以说他能买的东西好多好多 那么这个呢 就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到第一位的贝索斯呢 1400多亿美元 基本上 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往下翻的话 其实呢 从四五十名开外呢 就是基本上就100亿左右了 包括日本的孙正义 软炎集团啊 就是200亿 那么连贝索斯的零头都不到 人家零头是470亿啊 我们看一下零头是全球第15 就是贝索斯的零头470亿 能够排行到这个全球富豪排行榜的第15位 这就是意味着 跟刚刚跟大家讲的 未来的财富的红析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占据了互联网金融 IT领域的 那么就将会是极大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护城河或者是壁垒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排行第一的是亚马逊在线零售 排在第二的微软 那么他后面的主营业务其实不是硬件 而是投资 大家看一下他是投资 那么第三的巴菲特 大家非常熟悉 也是投资啊 他是排第三 那么第四呢 是这个零售品牌啊 就是LV啊 路易维登 那么第五呢 是Facebook是科技 对吧 第六呢 是这个墨西哥最大的电信公司龙头啊 也是做投资的啊 那么第七呢啊 是做这个零售品牌的啊 第八呢 是做石油天然气的 我们看第第九 第十第十一全是科技的啊 那么第十二呢 是化妆品啊 第十三十四呢 是沃尔玛 对吧 沃尔玛是零售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司里面 基本上有一半是投资领域带来了 然后剩下的都是零售 对吧 地产哪里呢 看不到地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全球未来发展的一个轨迹中 从富豪牌还莽中我们就能看到了 在未来投资领域 也就是说美国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引 就是在美国最赚钱的其实就是金融投资和科技 就是这两个行业 那么在全世界领域除了这两个行业就是零售业啊 不管是你做单一品牌还是做全部品牌的一个展开 那么化妆品也好啊 单一品牌也好 LV也好 对吧 那都属于零售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三大行业 就是我们未来主要所攻克的三大主要行业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研究明白科技公司 我们就要去自己去配置啊 科技股 如果我们能学会投资 我们就像可以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定投 你可以每年投一点 可以今年投这个股票啊 你入股了 那么你明年觉得黄金低了 可以投点黄金 你慢慢的把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个饼状图啊 就富人的一个资产配置 慢慢把资金的50%分配到这个股票市场 5%到10%分配到大宗商品上面 然后呢 6%到7%呢 分配在这个房产上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啊 你投资可以让你的财富不停的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滚到世界排行前 排行榜上啊 然后零售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就是投资和科技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些 富豪排行榜上面优秀或者是比较领先的人的一个啊 对吧 一个感官 虽然直观的告诉我们什么能赚钱 什么可以做啊 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啊 有鞋类零售啊 科技 传媒啊 电子商务 金融科技 互联网 对吧 食品饮料啊 终于出现了一个 一个地产 终于出现了一个地产 这个地产老大大老是谁呢 是许家印 许家印是不是今年差点完蛋了 对吧 所以说地产行业的风险是非常大了 前段时间呢 恒大集团刚刚爆料出 债务还不上了 请求政府支援 中国政府要不支援 那我2万的员工 还是1万多的员工啊 我就发不了工资 他们就将会轮到社会上 做一个没有 没有工作的人 那么对政府的治安会有其他影响啊 就出了这么一个消息 让政府来救他 这个就是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本身是 如果是纯做这种民用民用住宅的话 我们看到啊 今天CT那么多的控制房屋 控制了apartment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触啊 降到400块钱 像我在Calfield啊 像400多 你说我是租呢 还是不租呢 对吧 你怎么都不对 怎么都是赔的 那么在CT呢 两室一厅一卫啊 加上一个车位 400块钱啊 还租不出去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地产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呢 我们澳洲在过去几年 由政府和中国政府 澳洲政府和中国政府 双双为我们护航啊 所以中国 不是在澳洲 很多华人是不喜欢共产党的 但实打实的 而在过去十年 是靠着这个 对吧 大量进口提防时的一个战略规划 来支撑了澳洲的地产 地产行业的繁荣 以及澳洲整个的国家的一个繁荣啊 这是地产风险非常高 那么李嘉诚 第29位 李嘉诚也是搞地产的 但是呢 李嘉诚在前年 已经开始把中国和香港的房子 开始卖了啊 那么李嘉诚在澳大利亚的房子 也基本上不会再投了 基本上已经撤出了 我们知道CTA有一些公寓是他修的 那么他撤出了之后呢 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英国和欧洲大量的搞投资 搞能源投资 像天然气啊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他还买了英国的酒装啊 对吧 那么他投这些酒是什么 是民生是消费 对吧 是西方国家固定的消费产品 那么民生类的啊 像天然气 那么在澳洲 我们是不是能学他 我们当然也可以学他了啊 还有这个博彩业啊 等等等等 收视频行业 所以说呢 一串二看起来之后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投资策略啊 是有非常的 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我们这个 有产好多问题啊 有人说有产阶级的可产生股息和分红的本 红利的本金大致是多少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啊 就说我们像有产阶级过渡的一个分红的一个收入和就是说是这么计算的假设啊按照澳洲银行股目前的一个股价水平我相信啊大家都是能够一致的认为啊他不可能再跌太多了啊就是18块钱17块钱的 ANZ也好啊CBA CBA贵一点啊或者NNB啊这些银行股每年分红呢正常年份啊是在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对吧 我们就假设在未来十年它的股价不涨的一个前提下那么每年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对吧我们的家庭支出呢可能是在七万澳币啊那你就算了啊我这个我想要赚七万澳币我一年的分红是百分之四是需要多少资金是需要一百多万的资金这是在我们只享受分红收益的时候啊 所以说呢资金的体量我们要想完全到有产阶级其实是需要极大的一个现金的一个跨度的并且呢我们不可能只投银行股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资产组合能够每年给你带来百分之六以下的一个收入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比较庞大的基数但如果我们的投资能力随着年龄的和市场经验的丰富啊我们投资回报率能做到像像我们的Alan一样对吧九月份投资回报百分之四十其实他今年什么都不干了啊他一个月赚了百分之四十 那满足我们家庭支出的七万八万的本金呢对吧那就会非常多了那只需要二十万欧币就够了对吧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年都是会有这么好的回报我相信呢他可能这个月的回报就不会有上个月那么好所以呢在整个投资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更看重的不是本金的多少更看重的是你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响应市场响应市场的一些机会像上周五特朗普出事了 我们公司基本上所有人都做空了美国股市当天下午呢基本上就暴赚啊因为暴跌百分之二嘛这种机会你说就白给的嘛对吧但凡市场上出现了这种比较确定的一些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抓住了那你的财富的总规模呢就会往上再卖一个台阶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然后呢这个呢是 来讲的话就房产的价格是要跟工资收入水平挂钩的那么最坏的情况下也要跟家庭收入工资挂钩啊你个人收入可能是6万到8万但是家庭可能15万所以说你家你房产像悉尼房产啊那你涨到150万基本上就到头了因为十倍啊是你十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啊如果你贷款如果你还要消费对吧你就需要20年30年的贷款能还清的话那其实也是啊这个钱对吧因为你每年能够还房贷的钱不会 会是15万的只会比这个少因为你要生活还有税对吧你要减掉税之后剩12万了所以说地产的价格呢是一定要和6万到8万的最大的这部分群体的一个收入挂钩的要有一个比例啊这个比例呢就是你让他们贷款30年能还上贷款30年能还上啊能带得下来对吧让他们看到希望那么像香港啊为什么像香港就是总是这么乱呢其实政治是一方面啊更多的 就是说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啊很多香港人来澳洲打工对吧度假打工包括台湾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他们就说我们看到这个那么多人愿意过来对吧去去这个摘摘蓝莓对吧你像现在大陆虽然经济没有那么的平等但是呢你在三四线城市里面啊如果你能够安享那个地方的一个氛围环境家乡的话其实生活压力是不大的啊因为当地的一个房子的成本呢我们看到中国甚至还有一两千两三千块钱一瓶的一个房子是人民币啊 所以说呢其实没有那么夸张这是为什么整个中国到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一直不平等啊但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说他的这个犯罪率啊各方面还是比较比澳洲要好的啊就是主要是在于他是有那些地方能让就是说看不到希望的人还能去变得有希望啊只有有这些地方在人挪死活树挪死嘛啊所以说人的本性还是能够生活下去的 那么在政府看来地产翻一倍和股市翻一倍 大家说谁对经济的长期危害更大肯定是地产价格翻一倍对不对因为地产价格翻一倍啊其实最终的利益集体很少很少但是股市翻一倍如果现在大盘是六千点涨到一万两千点那么对整个全澳所有人啊因为全澳所有人都有养老金都有这个差不多五十岁以上的群体至少能有十几万 养老金啊对吧那么年轻人呢少一点但我们都会有资金在股票市场里面去啊我们的客户平均的养老金的资金都是在五万到二十万左右啊我认为这部分人一旦你的股市翻一倍啊你的你的资金瞬间就就翻了一倍啊我认为这个是政府考虑到的所以呢未来的结论呢就是十年时间澳洲股市至少翻一番啊包括我们结合美国来看一旦你开始大量印钱像奥巴马是什么时候开始印钱是08年对吧 08年之后呢经济危机奥巴马政府也开始了印钱在之前美国政府也是非常保守和谨慎的但是在那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印刷机印钞机那么之后呢美国出现了一个十年大牛市那么澳洲一旦政府按下了这个开关开始不停的去搞基建 因为澳洲啊你投2200亿到基建上面啊或者投1100亿到基建设施上面他完不成的你工会对吧拖拖工对吧我就跟工会的人聊过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怎么能收入这么高他说很简单天上只要下三滴雨我就放一张白纸啊放在手上天上天上只要滴三滴雨滴到我这张纸上当天我们就不工作了就回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和工会的一个权利在澳洲实行这种基建项目啊 你想一下这个效率吧基本上每一次澳洲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啊像悉尼啊悉尼是出了一个什么事情是那个修那个铁轨吗铁轨铁轨的高度和铁轨的这个车身不符中间出现了一个大的缝隙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查啊结果导致你平白无故的又要多花几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欧币啊所以说就是这种事情总在澳洲发生本来三年能搞定的事情 你要搞个五年十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澳洲政府他所以呢我敢百分之百确定澳洲政府在未来还会继续加大投入因为你2200亿花人之后你发现你的项目就完成了一半你还要再印2200亿啊这就是他未来肯定会遇到的问题这就是澳洲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点就是今天的一个短线交易因为时间的问题啊就简单给大家过一下好了那么定投这个概念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给大家讲啊那么今天的这个交易呢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个交易情况啊呃 大概的这个总成本呢是差不多100块啊profit的话是1500块 交易的产品呢主要是三个啊三个就是欧元欧元兑美元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黄金还有美国的 股票指数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交易产品呢啊我这里给他画出来了画出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关掉好了这三个产品啊我们讲怎么赚钱了啊那么 这三个产品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能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有什么共性啊那么现在的话是黄金再跌啊这都是一分钟线一分钟图形黄金再跌啊是一根阴线下来了 对吧然后呢阴线下来的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呢黄金的上边呢是有一条黑色的线对吧黑色的线我们叫他是最强压力线啊或者叫维加斯通道你不管叫什么名字啊反正他上面有阻力对吧我们再看第一幅图第一幅图是欧元兑美元 欧元兑美元呢刚刚一分钟跌下来跌到黑色的线之后呢现在正在反弹对不对包括前面今天有两次跌到黑色线然后又被拉回去了这个呢第一个图啊这是欧元兑美元啊我们分析完 第二个图呢现在就说下下跌最快的就是中间这个图这个就是黄金啊最后面的这个图呢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好了我们把这三幅图画下来了啊我们看看怎么来赚钱啊那么很简单 很简单啊那么我们先判断出来今天谁更强啊或者现在谁更强势 那么好第一个图是欧元对吧他在这里啊第一个位置支撑住了那么第二个位置给拉回去了对吧 然后呢黄金呢黄金连个支撑都没有对吧现在是完全是阻力对吧我画个小箭头是阻力并且一直在往下跌 那么美国的道琼斯呢跟欧元比较类似啊有一个啊两个那么第三个位置现在是刚刚跌到黑色的线现在刚刚跌破对不对好了我们看 道琼斯跌破了然后我们再回头看欧元欧元是不是又被拉回去了 欧元会被拉回去了对不对但是道琼斯是一直在往下跌的第三个图对吧他一直在往下跌啊第三个图小箭头我给画出来了他一直在往下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今天走势最强的应该是谁啊应该是欧元 对吧欧元然后呢之后呢是美国道琼斯对不对刚刚跌破线 WS30 然后今天最惨最弱的是谁啊是黄金 XAU 对吧我们看现在再看啊第一幅图欧元是不是开始反弹了 欧元已经反弹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啊上去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谁要上去了啊要知道哎第三个图对吧 因为今天最强的是欧元欧元已经反弹了那么之后再反弹呢就是美国道琼斯对吧就是这一根我画出来第三幅图对吧 大家看一下他实际上是不是正在反弹对吧正在往上冲 那么冲不上去的是谁冲不上去的是黄金对吧大家看一下黄金是不是价格没动啊 所以又非常简单如果在上涨的时候呢冲在第一位的是欧元啊第一幅图大家看一下欧元还在冲那么第三幅图 这个道琼斯是不是涨现在已经涨到黑色的线以上了啊我把这个取消对吧已经涨到黑色的线以上了 已经涨上来了对吧 所以刚刚如果是我们追涨道琼斯的话现在就已经是很容易就赚到钱了但是黄金我们不能追涨为什么呢 黄金是不是还在这磨磨叽叽的啊上不去为什么因为他今天最弱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了最强和最弱了啊第一个图欧元是最强的啊第二个图黄金是最弱的那么好了通过这两个我们可以交易第三个产品 所以今天最好的交易产品啊就是他了啊就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这个就是今天最好的一个交易产品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两个一个上涨了之后呢你后面道琼斯在短线可以追涨对吧 但是呢你黄金如果跌下来速度很快的话那其实道琼斯就会跟着黄金走对不对 因为你排在中间嘛啊你排在老二 道理很简单啊举个例子好了那么现在欧元呢现在是正在往上反弹 那你说黄金你是买涨还是做空呢你怎么着都不对是不是因为他比较弱啊他弱势呢 虽然欧元一直在涨但他有可能不涨啊但是美国道琼斯呢啊他现在呢他是排老二啊那么如果是 美国的欧这个欧元对美元在涨那么他的涨幅会大于黄金啊就这样的一个规律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产品 这三个产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在他强的时候呢啊我会选择一个相对最强的去买入 在弱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个最弱的去做空啊这个就是交易的一个策略和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看到现在黄金又啪啪往下掉对吧那你掉了之后呢又拖着这个美国那萨克呃道琼斯往下走对吧 但是呢欧元我们看欧元还没有下来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就印证了我们今天最强的就是欧元啊对吧欧元还没有下来对吧还在那个位置 但是呢这个黄金和美国股指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做空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做空最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看什么再看五分钟的图如果我们想做周期的话啊就是说今天做空一定不能做欧元对吧啊就这个意思 那做涨的话最好是做欧元对不对好了啊这个图呢就更清楚了啊这个是五分钟的图 五分钟的图非常清楚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欧元开始反弹 那么大家都从差不多的地方开始反弹对吧我这是三幅图同样的时间对吧 虽然中间是黄金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哎我写个字黄啊中间是黄金啊 啊这个呢是欧元欧元叫EUR 然后最后面的是美国的啊道琼斯我就写个WS这个呢就是三个产品啊我们看一下在今天呢啊率先突破的话 对吧我们看突破最强的其实就是欧元然后呢 道琼斯是两根k线冲上去了黄金的是默默叽叽对吧一小根一小根k线啊大家可以如果看不清的话 可以自己拿出手机或者电脑来看啊那么欧元的是欧元是一根k线啊我画镜头啊这里是一根k线冲破了这个黑色均线 然后道琼斯呢啊第三幅图是两根k线 然后呢黄金的是对吧是默默叽叽一小根一小根的往上涨啊 那么到最后冲高的时候 冲高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啊基本上都是到达同样的高度对不对 但是啊但是强弱强弱就来了欧元的始终是在这个相形整理对不对 没有跌破但是黄金的已经跌破黑线了对不对黄金已经跌破黑线了啊 然后呢美国的股票指数呢啊还没有跌破黑线 但是呢它还是再往下跌啊跟我们刚刚判断的最强和最弱啊 123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最弱的啊就是黄金对吧 大家看一下黄金是不是又开始破位下跌了啊 我把这个图都放大啊这是五分钟图我都放大一下 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啊 所以说呃大家留言但是我们明天呢会尽量给大家这个多回复啊 因为现在已经9点啊非常抱歉啊啊 所以说中间这个黄金是不是正在破位下跌啊 我们就做空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能做涨黄金对不对 你一再抵抄底的话pia又创了个新地你就被套了啊 你要做涨的话你选择欧元对不对 欧元的话就是又上又上去了啊涨回去了啊 所以说非常有意思我刚刚也说了对吧 你欧元一直没跌起来那么第三幅图是什么 第三幅图就是美国的股票指数对不对 你看他是不是又回去了对吧回去这么多 这是五分钟图啊都是五分钟图 但是黄金呢啊黄金还没有完全回去对吧 你美国第三幅图已经出现一根小阳线了啊 这是第三幅图对吧 所以说呢就是这么简单啊 我们找到了相若相对的强弱 然后呢去判断配合当天的一个价格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这三个标的 黄金是跟谁反向的 是不是跟美元是反向的 对吧 黄金和美元是反向的 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股市是和谁同向的啊 跟黄金是同向的 对吧就股市涨黄金也涨啊 大家不信的话我给你调一小时图啊 一小时图对吧 这是一小时图 啊这一小时图多么的明显 三个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的资金呢 我们要找到现在资金的一个规律啊 就是说资金呢黄金和股票被看成是同等的产品啊 这是四小时图啊 大家看四小时图是不是也是基本是一样的 那么四小时图中看出来黄金的一个下跌幅度是更大的 对吧 我们看四小时图 你看这个下跌的速度和幅度 对吧 非常快 那么欧元和美国的指数呢 在四小时图上来讲的话啊 是不是肯定是强于黄金的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黄金默默记1900上不去 然后下来下到18007这么快 而美国呢 我们看到他虽然同样是下跌了 但是依旧是站在黑色的线上面 他站在线上面 而欧元呢 在震荡啊 只有黄金下的非常快 所以说最近黄金是一个非常强的弱势啊 那么这就是说为什么 为选择这个 然后其他的这些包括黑线是怎么来的 还有这个NA为什么跌 LLC新预算啊等等的这些 我们就只能明天啊 让各自的投资经理或者是客户经理 帮大家去解答疑惑 非常抱歉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好好睡觉啊 不要这个学习的太晚啊 也算是学习 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如果是之后啊 有朋友啊 要这个了解更多啊 可以明天打电话 或者给我们微信留言啊 那么啊 因为团队发展速度和客户的支持比较多嘛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包括我本人呢 会有很多照顾不周的地方 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那么有问题尽量发微信啊 那么一条没回的话 大家就是再提醒一下啊 再发一条 也不用觉得太麻烦我们啊 就是说毕竟是钱的事情嘛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投资建议里面呢 也没有跟大家有任何的收费啊 所以我认为这比其他公司动辄啊 打个电话就要两百块就要五十块 对吧 那真的是太没人性了 所以说我们一向是以服务为宗旨啊 那么交易费也是非常低的啊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啊 问题的话我们尽量明天给大家进行回复啊 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有问题就留言 我们有时间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